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喔 各位 重磅消息耶 现在恶物战争是不是真的有和平曙光了 但是有一个国家提出了一个方案 好像感觉会破局喔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习泽会面有谱吗 泽伦斯基自己都说了喔 他接受了美联社的专访 先隔空向习近平喊话 他说什么呢 我们准备好在这里与他见面 我想和他谈谈 邀请习近平到乌克兰去喔 不论会不会去 这是释放了一个讯息 他说呢在全面战争以前 我曾经跟他有接触 但这一年多来没有 但是呢在这个前提之下 美国马上说话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马上说呢 支持乌克兰和平框架 但是俄军必须要全速退出 也就是要求俄罗斯的军队 要全面的退出乌克兰领土 他说呢反对只有利莫斯科的替代方案 所以美国的意思就是说 一切你要先退回原点 回到原点我们才可以开始来谈喔 你想想看光是在这个框架底下 有可能吗 韩兵哥你怎么看这一局呢 现在泽伦斯基都说话了 感觉乌克兰其实想求和 但美国不答应 我觉得美国这个说法超软弱无力 请问一下你是交战国吗 你好像不是耶 讲的比泽伦斯基还多 对啊你讲那么多 好像真正打架的是泽伦斯基 结果你说 你们两个要停下来可以 但是呢要对我有利的状况 才能停下来 你在讲什么啦 不是听不懂 你在说什么胡说八道的 很简单嘛 现在泽伦斯基很明显的 他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做出这个动作 第一个请大家注意 就是从开战到现在 即使美国一直指控说 中国大会都站在普丽那边 都跟俄罗斯结盟在一起 跟他越走越近 然后甚至怀疑他们可能提供他武器 或是经济资源 可是泽伦斯基一句重话都没有 对习近平说过 一句都没有 碰都没有碰过这件事情 然后这一次习近平提出来 12点和平方案之后 大家都以为说泽伦斯基应该大骂干嘛 结果也没有 泽伦斯基不同意其中几点 但是他也是欢迎和平的 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然后现在他干脆主动 照理来讲 美国爸爸已经讲了 我不接受这个和平方案了 这个是有问题的 你除非俄罗斯退回原点 然后P8讲了一大堆 反正就讲了一副 中国大陆包藏祸心干嘛的 照理来讲泽伦斯基应该赶紧麦公伟 他最近不是才在跟美国 在跟西方要这些武器坦克吗 不是昨天也有个消息说 什么大批坦克已经送到潜线了 讲的跟真的一样 不就是做八量而已吗 大批那也算蛮大批的嘛 因为我们一量都没有 你忘了吗 我们也买了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所以人家这个算大批也蛮大批 8比0是无限大 那结果 现在泽伦斯基居然自己主动的讲这个话 其实代表什么意思 我老实讲啦 虽然泽伦斯基跟西方常在碰碰说 乌克兰又歼灭了多少俄军 那又干嘛干嘛干嘛 他的情况真的不是很妙 我讲实在话 所以他希望和平至少缓一口气 因为我一直在讲 你说要一下子双方签成和平协议 然后就谈判然后终止战争 我个人认为不可能 没有这么快 但是至少先有个停火 阶段性停火 让大家彼此都休息一下 我一直在讲 如果说今天真的像你西方媒体这样宣传的 你们大批军员源源不绝 都已经赶到乌克兰的话 停火对你们有利 让你赶快重整态势 然后把你的武装全部补给上来 那你们不是说俄罗斯已经穷到 现在连二战的坦克都要拿出来用了吗 他弹药都快枯竭了吗 那这样子停火 让乌克兰有个时间稍微整顿一下 再发起反攻不是更好吗 你们应该要支持停火 那为什么反对停火 为什么你们担心的是 俄罗斯会马上卷土重来 这不是刚好相反 跟你们平常讲的话完全相反 所以我觉得其实泽伦斯基知道 他希望至少有一个 喘息的空间 可是现在是美国不给他喘息的空间 而且美国不给泽伦斯基喘息的空间 实际上也是不给欧盟喘息的空间 因为欧盟这些国家真的倒了邪煤 明明仗也不是他打的 战车一直送 然后人家在那边打仗 他就拼命不断的输出 要给物资 要给金钱 然后自己的经济因为这样 GDP倒退好几% 求问一下到底在干嘛 然后又被搞到没电 然后没有天然气 求问一下这些国家到底惹到谁 所以我觉得这一出戏 现在看起来泽伦斯基他愿意讲这个东西 我个人认为 第一个乌克兰的状况 恐怕远不是像西方媒体所形容这么好 第二个 我个人认为只要泽伦斯基讲话 至少会有一点眉目 但是习近平不会这么轻易的去 也就是 他一定要 普丁这边也愿意谈 泽伦斯基这边也愿意谈 而且泽伦斯基不能只是叫习近平去而已 一旦要去就应该 就习近平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他一定要你这边已经先给我 我们至少能够谈成什么东西 早就谈好了 对 不然的话他不会去了 那接下来就看泽伦斯基 能够施展到什么样的空间 但我必须比较悲观的说 泽伦斯基能够施展的空间很小 因为美国给他的压力势必越来越大 没错 而且这个战车一直送怎么办呢 这场仗啊 军援到位 西方媒体就开始在渲染了 军援到位了 来你看我们先来看这张照片 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好不好 人家送战车来 还比个赞 各位你知道吗 跟这个杀人武器 战车在战场 他们还比个赞 感觉好像打卡到此一友一样 你要知道 这个死伤是会很惨重的 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来亲自试驾 感觉好像在跟保时捷拍照一样 那么开心 挑战者二是Challenge 2 这英国提供的 但大陆媒体就有讲 他说乌克兰想要收复失地 要大反攻 但是有可能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军援到位 哪一些东西到了呢 首先英国战车送过去了 然后还做了一件事情 让普丁非常的生气 他说我们要送贫右弹过去 普丁马上也先呛瞎了 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有 那你这个数十万的贫右弹 我也有哦 只是我没有用而已 这句话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各位 普丁说的这句话 诶 贫右弹是用来干嘛的 贫右弹就是拿来打 这些装甲车的啦 所以呢 以上的军援到位呢 诶 普丁有办法可以置你哦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呢 装甲运兵车史翠克 美洲式装甲车 德国 要送这个18辆 鲍尔坦克 40辆的雕属式的步兵战车 好 葡萄牙的也来了 斯洛伐克还送了米格战机啊 但是还有波兰 米格29战机 好 外传呢 阿联酋 阿联酋我们等一下再讲 但是蔡委员你怎么看呢 现在 你看这么多战车来咯 但普丁也呛啦 我也有平右弹哦 我也是可以打穿你这些装甲 这个俄罗斯讲的是实话 因为要讲平右弹的数目 俄罗斯比谁都多啊 为什么 因为它的核电厂 它的核子武器比谁都多啊 那所以这个平右就是 右238做出来的嘛 那核子武器是右235嘛 它本来就是提炼这个右235里面的一些 剩下的材料来做了 所以叫平右嘛 那你要用这个平右弹来配备在乌克兰的战车上 要来进行一场战车的一个会战 我觉得想太多了 因为这场俄乌战争你看到的最多的是炮战 这是由炮兵部队发挥的武力比较多一点 那你用这个战车队的要来打的话 当然乌克兰是希望说得到这么多战车 我可以在乌南展开一个快速的进攻 进攻乌南 但因为现在乌南的是俄罗斯才首势 然后这个在这个乌东或者乌北的地方 俄罗斯才攻势 那真的有办法这样一次就产生很强大的攻势力量 俄罗斯手上的武器多得很 比这个还多 对啊这个算一算战绩目前你看四加十二 我觉得有个不太吉利的 不是我迷信 俄罗斯国防部长在那个挑战者俄士 出来微笑比战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请问去莫斯卡还多远 他为什么讲这句话 他在学习德国纳粹 当时军团要进攻俄罗斯的时候 他的指挥的统帅 也就是从战车里面探个头出来 讲说这里到莫斯科还有多远 他在拷贝他的话 就后来呢 纳粹的军团打了稀里花辣 被这个苏联的军队打趴了 那现在问题是 你是代表说你要跟纳粹军团一样被打趴吗 实在是什么话不会讲 就讲这一句话 那这个春季 当然等到气候好一点 双方面都会有所准备 我想所有的这个军事专家也都睁着眼睛在看 大家都想中战 有多大本事可以反攻 你俄罗斯有多大本事可以防御或者反攻 那这个最后的决战可能在这一场 因为乌克兰的本钱这一次如果进攻不成 本钱投下去了 后面就没有了 不要以为这个英国美国 这个德国 大家还可以这么多战车可以供应 没有了 那俄罗斯还有没有 还有 多的是 因为俄罗斯是自己家生产的 也不怕没有原料 也不怕没钱 那现在钱多得很 卖石油就赚翻了 他怎么会没有钱去做坦克 所以双方面 最好店经养一下 我觉得乌克兰 泽兰司机比较 坦白一点点 不会像那个这个美国动不动就想说 我们要直到达到这个俄罗斯 这个失败为止 会不会想太多了一点 或者要和谈 要俄罗斯要撤军才行 那你乌克兰要什么撤 你要撤回到哪里去 什么只有他撤他不撤怎么可能和谈 不过他要求是跟习近平见面谈一谈 他可要先达成一个很重要的承诺 习近平到了莫斯科 一定事先知道 普丁会同意接受中国那12点立场 对 你泽兰司机如果接受中国那12点立场 那习近平跟你视讯通话 甚至邀请你泽兰司机来访 都不能排除 但是如果你不接受这12点立场 那你要见面或者要视讯会谈 都会很困难 这个你最好是跟美国爸爸商量一下再说 光是有一点就很难商量 这个停火的部分 美国就已经说了 不行 你要先全部撤出去 目前为止还无解 海黄鲍鱼干杯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 我